接下来核心概念的第三个 InputDistream 从这个名字里面我们能够知道 这个Distream肯定是通过输入员过来的 对不对 和receiver 你要接收数据肯定是需要有receiver的 我们在讲那个Sparce Dream 和工作原理的时候 我们提出了过这个概念 Receiver 好我们来官网上面看一下 它是怎么讲的 我们一定要通过官网来学习 他说InputDistream 它是一个Distream 这个Distream代表的是什么 代表的是你的输入数据 输入数据的流 是从哪里呢 接收过来的呢 是从源头接收过来的 所以InputDistream 你可以理解为 这是从源头接收过来的一个Distream 在我们我的课程那个例子里面 其实这个Nines 它表示的就是我们的InputDistream 它代表的你的数据流接收 是从NetCat过来的 NetCat就是从一个端口上面 给它接收过来的 那么注意 每一个InputDistream 注意哈 我把这句话考出来 每一个每一个InputDistream 这个话哈 一定要理解这个地方 我们的InputDistream AndDistream 我先把格式调一下 把格式调一下 把这个口号删掉 都需要这个 每一个InputDistream 它都需要光连一个receiver 这个receiver是干什么事情的呢 它是用来接收你的数据的 从源头接收 然后呢 把这个数据存下来 存在48个内存里面 以供我们后续的处理 但是这里面有一个括号 除了文件系统 除了文件系统之外 一般情况下 每个InputDistream 它都有一个接收 那么问题来了 为什么说 这个File System 文件系统上面的数据 它不需要receiver呢 你想想哈 如果你从端口 就从网络上面过来的数据 你肯定要接收 接收以后才能处理 是不是 但是文件系统上面的数据 其实已经存在 文件系统上面了 你可以直接处理就行了 是不是 我们也可以通过 圆码来看一下 通过圆码来看一下 一定要注意 我们 Streaming Contest 我们来找一个方法 好吧 找一个什么方法呢 我们通过一个 Socket SocketDistream 来 我们看一下这个意思 它说能够创建一个InputStream 从TCP源 通过HostName和IP 这个数据被接收到以后 它会使用TCP的Socket 然后接收到这些字节 是吧 给我们的后面的处理 来 你看这个地方 这个SocketStream 它的返回池是一个 Receiver的InputDistream InputDistream 是什么意思 是我们输入的那个流 是不是 它有一个Receiver的 我们再点进去 你看这个Receiver InputDistream 它是继承自我们的 InputDistream的 所以对于Server这种模式 网络的这种模式过来 它肯定是需要一个Receiver的 那么我们再来看一下 我们Streaming Contest 里面还有一个方法 它叫Text File 这是我们接收我们的HTFS 或者说文件系统上面的数据的 你看它的范围值 就是一个Distream 它根本就不需要Receiver 因为你不需要Receiver 接收 你直接去通过文件系统的API 你去读取那个数据不就行的吗 对不对 所以这地方描述了这句话 一般情况 括号里面这种东西 还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特别是带这种转折的 一个Subit 或者是Bud However之类的 一定是需要掌握的 好 那么Stars Streaming里面 它提供了两大类的 类质的Building 是类质的一个流的源 第一类是基础的 这种有哪些呢 比如说文件系统是可以的 Socket也是可以的 还有一些是高级的数据源 比如说卡斯卡 Floom 这两大类是我们工作当中 肯定是需要的 那么我们后面也会针对于 Floom和卡斯卡 对于Spars Streaming的对接 我们都会有相应的实战 让你们来更好的掌握 那么这个地方就描述了两大类 我们现在有个印象就行了 但是有一点需要注意的 这地方注意的 当我们运行Spars Streaming 应用程序的时候 如果你使用的是Local模式 Do not use 不要使用Local或者是Local1 不要使用 为什么 其实我们在讲那个工作原理的时候 我们讲过 它会启动一个receiver 它会占一个线程的 那么看 在UIL里面 为什么呢 如果你写了一个1 或者是不写 不写也就是1 这个方式也就意味着 仅仅只有一个线程能够被使用 一个线程你觉得能使用吗 我们receiver已经占用了一个线程了 占用之后 你的主流程还能处理吗 根本就处理不了 对不对 对吧 所以如果你使用的是一个input的 第四季 它是基于receiver的 那么你一个线程将会运行receiver 并没有留下来其他的线程 对于我们数据处理 你数据接收了 receiver接收的时候 没有办法 没有线程去处理了 对吧 所以它一定不能使用Local和Local1 当然有一个前提 就是说你使用的是这个input的第四季 它是一个receiver的 我们肯定不行 但是如果你不是receiver的 比如说HKF上面的文件 你就可以直接使用一个input 这个东西我们先把概念讲明白 我们后面都会有实战案例 不要着急 因此当你运行Local的时候 通常情况下 你要使用LocalN来作为它的一个masterUI 那么这个N的数量必须要大于 这个receiver的数量 假设你有三个receiver 那必须要使用四个 至少是四个 因为你三个receiver 接收过来的数据得处理 是不是 下面这一块我们先不用管了 先不用管了 好 那么对于这个input的第四季 以及receiver的基本概念 我们就讲到这个地方 我们后面再通过案例详细实战 接下来的事情 谢谢大家